当我们谈论投资自己时,我们不仅仅是在谈论提高技能,学习新知识和拓展人脉这些枯燥的事情,投资自己是一种追求更好生活的方式,它是一个更加详细和人性化的过程。 首先,我们可以谈谈学习新知识和技能的过程,学习并不一定要坐在教室里听讲,我们可以在生活中不断地尝试新事物,去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领域,以及尝试着去了解一些不熟悉的知识。 通过这种方式,我们可以拓展自己的眼界,认识到更多的可能性和机会。 其次,关于保持健康的身体和心理状态,我们知道健康是成功的基石,因此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好的生活习惯,如定期锻炼身体,保持足够的睡眠时间和饮食健康等。 同时,我们也需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,从而提到自己的心理素质,让自己更加有信心和耐力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 除此之外,拓宽人脉圈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投资方式,我们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平台,加入各种社交团体,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,共同交流,学习和成长。 通过这些社交渠道,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各种行业,职业,文化和生活方式,为自己的职业和生活做好更充分的准备。 最后,我们来谈谈追求个人兴趣爱好的重要性。 人们总是有自己独特的爱好和兴趣,他们是我们生活中最宝贵的一部分。 通过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,我们可以享受到生活中的乐趣,更加轻松愉快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压力。 在追求兴趣爱好的过程中,我们也可以发现自己的潜能和热情,从而激励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加努力的奋斗。 总之,投资自己是一种更加详细和人性化的过程,它需要我们在各个方面都要努力,不断地去挑战自己,追求更高的目标和更好的生活。 让我们一起来投资自己,拥有更充实的人生吧。 投资自己是一种长期的过程,它需要我们付出持续的努力和时间,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坚持下去,投资自己将会带给我们无穷的回报。 投资自己的过程不仅仅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,更是为了追求更加充实,有意义的人生。 当我们能够不断地学习和成长,保持好的身体和心理状态,拨大自己的社交圈子,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时,我们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诚实和有意义。 投资自己的过程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过程,当我们能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能和能力,我们会发现自己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也随之增加。 我们会更加有勇气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,同时也会更加有能力去实现它们,这样我们的人生将会变得更加充满意义和价值。 最后,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,如何投资自己拥有更充实的人生。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始,学习新知识和技能,不断地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和技能,从而提高自己的竞争力,保持健康的身体和心理状态,注重生活习惯保持好的身体和心理状态,从而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 拓宽社交圈子,加入各种社交团体,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,共同学习和成长,追求个人兴趣爱好,尝试新事物,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,从而享受到生活中的乐趣和满足感。 总之,投资自己不仅仅是一种职业发展的方式,更是一种追求更加充实,有意义的人生的方式。 让我们一起来投资自己拥有更充实的人生吧。